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生命的良 我唯一的救主 我以诚实 温柔 良善的心来领受神的话 并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守 我将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Amen 我们很开心今年是教会记录第15周年 每周都有小家在这里呈现感恩祭给上帝 今天看到喜乐园 特别是我们的带领者王爱 真的很忠心的来去带领这个喜乐园 今天他们呈现给上帝的感恩祭太棒了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掌声 真的是很棒 穿办的也是很美 舞跳的很轻盈 感谢主 今天我要继续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天国君王 给我们天国子民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生命要如何的来为主发光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 有人以聪明为傲 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以诚信为荣 有人以聪明为傲 我们以诚信为荣 天国君王耶稣培育我们成为诚信的人 我的引言是 有人自以为聪明走借尽贪利益 最后信愿破产 劝不难行 甚至身陷令物 你知道很多国家从基层 也许他一开始努力学习 有目标取得好的学位 然后奋斗 凭着好榜样 好行为 好业绩 你知道吗 非常的努力 终于成为政府的高级官员 甚至部长 甚至总理 更高的位置 但是你发现到 当人在这个高位的时候 你说他聪明吗 非常的聪明 但是最后为什么 身陷牢狱 为什么 聪明 很重要 原来还有比聪明更加重要的 有人坚持诚信 虽然表面上会吃亏 被人嘲笑 但是最后 最后却是赢得信任 未来一定会想亨通 或美誉 有一天 有一个顾客走进 一家汽车维修店 然后就对 自称自己是某一家运输公司的司机 然后他就对这个的店里的老板说 嘿 我要来跟你买我们公司的零件 每一次来跟你买 你能不能在我们的账单上 多写一些的零件 我就可以多要一些钱 我会回来回扣给你的 我们双赢 然后这个的店主的老板 一听的时候 就立刻拒绝 这个的客户的 这样的要求 那这个顾客就说 嘿 你想一想 我们的公司的生意很大 每次都来跟你购买东西 我们一定会赚很多钱的 结果这个店主很坚定地告诉他说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跟你做这样的交易 结果这个顾客气急败坏地说 你这个人怎么了 你脑筋是不是有毛病啊 谁会不想要多要一些钱啊 你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候这个店主 再次用很坚定 严肃的眼神靠着他说 我不做这样的生意 对不起 请你离开 这时刻这个顾客 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 他还就笑领地伸出手 摸着他说 谢谢你 我呢 其实就是那家公司 运输公司的老板 我真要找一个 可靠的 诚实的 信得过的维修店 今后 我们的公司 就是跟你拿 这个的 这个的 跟你做这个生意 这个老板没有想到 这个店主没有想到 因着他的坚持原则 诚信 反而赢得了 这款美好的生意 一生前辈 诚信不容易 没人看得见 时间 时间 可以 胜得一切 你发现到这个世界 其实很实在 每个人做生意的人 都很想要赚钱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 诚信的人 一开始都会吃亏 甚至被人家骗 但是久了之后 你就发现到 坏人 也都想跟好人做生意 好人 也想跟好人做生意 请问好人的机会 是不是更多 如果你知道那个人是坏人 说话不说信用 一定跟你做生意吧 不会 所以连坏人都知道 要做生意 找好人 找基督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所以身为有诚信的人 我们的机会就比任何人都多 但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属天的智慧 聪明来分辨 我们可以不够聪明 但我们不能没有诚信 有人以聪明为道 我们天国子民以诚信为荣 小聪明可以得意意识 但诚信者一生是富足的 诚信其实是一张最好的名片 也是这一生最亮的品牌 我们感谢主 在我们的教会有好多人创业 好多人经营事业 取得非常美好优秀的业绩 以及美好的好名声 让我们教会天国子民 我们在这个城市 别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说 丰盛生命教会有好多企业家 很多老板 感谢主 我们说这些人他们的生命 就是成为最亮的品牌 天国子民 好我们继续来看 最近听到一些的新闻 我们在问人心怎么了 人心到底怎么了 我们知道最近在国内播放的 有国内这个年轻的导演 所拍摄的叫电影 我不是药神 你看到吗 很值得看 我看了真的挺感动的 非常好 其中有一句话 后来网络上也一直都有人在宣传 这个印度人把假药做成真药了 某某人把真药变成假药了 卖印度的真药被抓了 卖某个国家的假药发财了 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 其中一个的角色是牧师 那个牧师本身也是患白血病的 那么他很犹豫 到底为了要救人 我要不要参与这个走私的活动 到最后他选择 他选择愿意救人而犯法 对 我觉得这部影片的确是可以让我们去做思考的 好 你发现到没多久很快的就有这个消息 在爆章上登说 国内一共有六款的高血药的药 疑似含有致癌物 然后要全球的收回 你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全球有多少人患上高血药 还有另外一个是个人家气愤的 就是假疫苗的事件 伤天害理 谋财害命 真的是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我相信大家都很气愤这样的一个事情 结果是什么 弟兄姐妹结果就是 人不再信任人 我们也甚至 如果不再信任一个人 我们说那已经算是难过了 如果你不信任一个企业 不信任有关当局 甚至不信任更大的组织 很难过的 如果不再有信任 因为信愿破产 人诚信卖了 为了要赚取财富 值得吗 值得吗 我们再问问题到底在哪里 很直接的我们会说 问题是人心坏了 人心坏了 这个良心被狗给吃掉了 或者我们也可以归咎说 这是大环境的问题 我们没有生活在14亿的人口 你不知道那里的竞争 你不知道那里的危险 你不知道那里要生存 要如何活下去 你没有在那个大环境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想的太天真了 也许人们会找大环境来作为一个借口 也许人们说 大环境 但是总有方法可以来解决 那叫什么 一个好的制度 一个透明的制度 一个问责的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 是 没有错 制度 很多国家 之所以把人心里面的恶 约束起来 的确是因为制度 有效的制度 有效的执行这个制度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比这个制度更加重要的 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 告诉我们天国子民的观念 就是价值观的改变 制度可以约束人外在的行为 制度可以逼人 你需要负责任 你不负责任 你要有这样的后果 跟这样的下场 但是 从更加积极的来说 如果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的价值观是改变的 改变的 我们就会选择 折上 弃恶 弟兄姐妹 而价值观从哪里来 每一个人都说 我有我的良心 每个人都说 我有我的价值观 每个人都说 我有我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问 价值观的根基在哪里 没错 信仰 信仰 信仰的缺失 信仰的缺失 人就以自己为中心 弟兄姐妹 没有人可以靠自己 能够困住里面的 贪心的野兽 自私的猛兽 能压不住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罪性 所以我们要问 信仰的缺失 才是整个最根本 那信仰的缺失 这么多的信仰里面 哪一个信仰才是真正的 改变人的生命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基督信仰 基督信仰不是给我们 一套的道德理论 要我们遵守 基督信仰不是给我们 一套的标准 要我们努力的来去做 因为人做不到 基督信仰的本质就是 上帝成为人 就是耶稣来解决 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罪性 因他的复活 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一个全新的生命 又将圣灵赐给我们 作为力量 作为智慧 教导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才能够活出 天国子民的样式 求主帮助我们 这才是真正问题的根源 人回归到神 人需要上帝给我们 全新的生命 人才能够活出 人的样式 好 我们来看 请问今天天国的子民 我们仍然经得起 各样利益的诱惑吗 我们经得起利益的诱惑吗 我们来看 天国君王培育我们 成为诚信的人 他先给我们新的生命 再告诉我们 应该要怎么做 好我们今天 这幅图画很有意思 这个小子 你看他的表情 我鼓起这么大的勇气 接受打真 竟然是假的疫苗 很有意思 好 那我们要看 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社会 为了要维护诚实 就是让说缓的人 付出极大的代价 做了什么呢 从基本上来说 在人际之间 人际之间 他要你启示 要你启示 就是因为他怕被骗 所以要你承诺 需要有见证人 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 耶稣说 其实不需要 人跟人之间 不需要启示 人跟人之间 应该要活出诚信的生命 是不需要启示 所以这是今天 耶稣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 不愿启示 就在这里 第二呢 我们除了人际之间 我们看到在商业社会 在商业社会的时候 是需要合约 是需要合约 contract 或者是agreement 因为在里面有责任 有问责 你违约 你要罚款 严重的话 甚至坐牢 而且甚至有些的 商业的合同 还需要有担保人 特别是借款 还需要有担保人 甚至抵押品 政府的高位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部长 或者一些的总理 或者总统 这样的一个的职位 他需要在人民面前 甚至在上帝面前来宣示 就是我要遵守宪法 我要忠于职守 首按经书 你们知道基督徒 都是首按圣经 所以商业社会 耶稣没有反对 这一个的合约 政府高位的宣示 也不是耶稣要去反对的 好 那么第四个就是 政府的文件 如果你在新西兰 不管你要申请护照 或者等等 有些政府的文件 他要你在宣言那边签名 签名 就是表示 以上这些的资料 你是诚实的填写 有法律的 又梳理 意思说 如果你不老实 你就犯法了 有法律来对付 好 那这些呢 后面的三个商业社会 政府高位政府文件 是不是耶稣今天讲的 要弃绝 耶稣今天要讲的是 在人跟人之间 我们的生活之间 人跟人之间 比起是更加重要的 是做诚信的人 好 我们先来看圣经第15篇 大卫写的诗 讲到属神的人品行 属神的人品行是怎么样 非常美的一篇的诗篇 来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 谁能在你的藏墓里寄居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居住呢 就是行为完全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诋毁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毁伴他的邻居 他眼中描示卑鄙的人 却敬畏 他起了事 纵然自己赐亏 也不更改 他不拿自己的银子 放在取利 也不收收贿赂 陷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所以第四节后面一段很美 他说他就算起了事 纵然自己赐亏 也不更改 这就是诚信 诚信需要付代价 诚信有些时候 我们也许太快做决定 太快承诺 太快担保 太快击掌担保 结果我们发现到被骗了 甚至我们觉得赐亏了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诚信的人 纵然自己赐亏 也不更改 另外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对于同胞 借贷是不可以取利的 不可以取利的 今天盼望我们基督徒 之间也可以这样 基督徒开银行也可以 穆斯林就是这样 穆斯林的国家 穆斯林的银行 他们借给自己的同宗教信仰 是不取利的 这是效法 摩西律法的 那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所读的这诗篇 第十五篇 这里面一共列出了 属神的品行 一共有十一方面 一共有十一方面 第一个讲到行为完全 就是这个人在生活上 在与人的相处之间 人们看到他是一个可靠的 是一个成熟的 是一个负责任的 而且是一个弃绝恶事的 不愿意做恶事的 叫行为完全 他的做事情非常的公平正义 然后接下来你发现到 蓝色的就是 我在这里点出来 讲到属神的品行 讲到一个好品行的人 原来首先要控制自己的舌头 在这里十一样里面 就有四样是跟舌头有关系的 心里面要说诚实话 不以舌头诋毁人 不毁谤他的邻居 起了事 重量吃亏 也不更改 然后接下来里面有六个不 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描示卑鄙的人 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 这十一样里面我们来看的结局是什么 属神的人的结局就是 行这样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哪怕你的人生是平凡的 也许你的人生是在高位 也许你的人生是一国之君 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而且还与神同住 还与神同住 最后第一节说 是在上帝的圣山上 与神同住 真美 一幅很美的画像 我们今天直接进入 我们要读的经文 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十三节开始 这是耶稣说的不可发誓 来 你们有听过 有这样吩咐古人的话 不可被怨 许的怨都要偿还 可是我告诉你们 总不可发誓 不可止却天发誓 因为天是神的宝座 不可止却地发誓 因为地是神的脚凳 不可止却耶路撒冷发誓 因为他是大君王的金城 不可止却自己的头发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再多说 就处于那二者 好我们读了耶稣这段 登山宝训所说的话 我们来看耶稣这段话里的教导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人 你知道吗 人跟人之间 说话就喜欢发誓 我发誓 我说的是真的 所以发誓的时候 人总是要指一样比自己更大的 更大的对象或者一些东西来指示 那么在犹太人当中 当时的情况就是 如果我的发誓 指觉是上帝的 我就一定要履行 要不然上帝要追讨我 要追讨我 但是如果我的发誓是指觉 指觉干勤来发誓 那这个东西没什么 所以指觉东西是小的发誓 人可以被约 人可以被约 所以当时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 你就算指觉天 我不是指觉上帝 你说我指觉天发誓 然后呢 之后我可以被约 因为我是指觉天 我不是指觉上帝 这是当时人的想法 结果耶稣说 不 天是上帝的宝座 离不开上帝 你说我指觉地 耶稣说而不 地是神的脚凳 所以你看 脱离不了跟神有关系 你说我指觉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 君王的精神 是上帝拣选的城市 你发现跟上帝脱离不了关系 所以意思是什么 都是有效的事 发誓 最后他说我指觉我自己的头 耶稣说 你连一根头发变黑变白 你都做不到 意思说你是很有能力 意思说你这个人 谁造的 上帝造的 所以你指觉任何都是什么 就是指觉神法事 你必须要履行这个的责任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 针对当时的那个背景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他教导人们什么 放弃那些欺骗人 迷惑人的 用一种操控性的行为 透过法事来操控一些的事情 耶稣要我们言行一致 要我们做人要遵守承诺 耶稣要我们成为一个诚信的人 所以先里面诚信 外面的说话就是诚实 所以他要我们成为诚信的人 是人里外一致就有信任的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关系就有信任 而且说话就可信 所以里面诚信 里外一致就有信任 说话就可信 所以不需要启示 人之所以需要启示 因为对方开始不信任你 为什么会不信任你 因为有糟糕的记录 有不良的记录 过去的记录 所以耶稣说我们的说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因为耶稣说如果再多说 就是你要搞一些的诡计 那是处于魔鬼 那是处于魔鬼 所以圣经很清楚说说谎 是属于魔鬼的 所以说谎的人 是跟随魔鬼的 圣经说耶稣直接说 说谎的人 他的父亲就是魔鬼 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 讲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为什么他在这里 再一次说 若是多说 就是处于那二者 说谎必定自是其果 而且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 今天我们要问 请问我们是谁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还是魔鬼的子民 弟兄姐妹这是身份的问题 这是身份的问题 这是我们价值观的基础是什么 这也就是我们向谁负责 我们向谁负责 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说出来的话就算了 原来是要承担责任 原来是要向上帝负责的 好 今天我们很快来看 我今天很快来看 我们说话背后整个一系列的 这个的环环相扣 首先对于这一个人 我们看到他外在的表现 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他就是他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 也许有些时候他说的是假话 甚至是恶言 是伤害人的话 这是我们人看得到 这个人说真话 这个人是说假话 那你发到话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说出来的话不能收回 说出来的话很难改变 说出来的话不是在空气 说出来的话是进入到人的头脑 进入到人的心 我们来看说话的影响力 可以带来医治 对于伤心的人 一句美言鼓励安慰的话 能够医治他的心 但是话语也能够伤害一个人 我们来看坏的影响是一生的 有一些话你到今天你会发现 你仍然记得 因为他的影响是一生的 你发现到不管是伤害人的话 或者造就人的话 他的影响是影响这个人 对自己的自信 对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健康还是很糟糕 也会影响这个人的人际关系 甚至影响这个人的潜能发挥 也许一句话说你的语言天分很差 也许这个人就不爱学习英语了 所以你发现到一句话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我们看到这个外在的表现 从一个人的说话 就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所以这个人的品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来看说假话的后果恶言是什么 很直接的 如果我们被人骗了 我们被某某人骗了 我们立刻对他的确是有一些的看法 所以你发现到他会影响人际关系 骗人者会 你自己搞砸了这个人际关系 一个说假话说恶言的人的结果 就是他的人不再被人信任了 不再被人信任了 而且人品有问题 我们从这里 一个人之所以表面是这样的说话 里面看出他的人品 那之所以他成为今天这样的人 一定是跟他的思想有关系 也就是跟他的价值观有关系 价值观就是他选择这样 他认为这个很重要 他这个认为行得通 他认为这个才是他的处事为人之道 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那他的思想就是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来的 好我们来看 他的价值观影响他这个人品 好影响我们的思想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的因素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 我们的成长背景直接来说两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的原生家庭 我们的原生家庭 我们看到父母怎么做 我们看到我们的亲戚怎么做 我们看到我们的邻居怎么做 我们也跟着做了 原生家庭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 我们所处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八岁以前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生活的环境塑造我们的观念 塑造我们的价值观 甚至塑造我们的世界观 所以这些东西思想 接下来是我们的文化 还有我们所接受的教育 我们所接受的学校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 宗教教育 这些东西塑造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价值观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容易 效法别人 看别人 如果看很多连续剧 你也就效法了 那么媒体 除了多媒体 包括文字的 杂志的等等 爆章的各方面 这些我们所吸收的 都存在我们的里面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影响我们的思想 影响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行为 还有我们的说话 那我们来看这些的 还有包括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们知道很重要的就是 来自于圣经真理 来自于圣经真理 那这个的思想 跟这个的背后是什么呢 那我们人都有这个思想 原来在思想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灵魂 灵魂 这是看不见的 但在我们里面 所以灵魂才是真正影响我们的 那灵魂是什么 灵魂才是真正的我 你看到我这个肉体的我 你发现肉体是会摔 衰产的 会改变的 但灵魂却是永远存在的 它不会被消灭的 有一天死了 肉体会 会 会 会没了 但是灵魂却是存在的 灵魂才是我们这个人 真正的我 就是我们的意识 也是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 就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我 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 造了灵魂 在人的灵魂里面 发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这个的东西 就是一个约束力 约束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人成为人 人要像人 人不要做神 人也不要变鬼 你说谎就变魔鬼 这是耶稣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上帝要我们知道 我们里面有这个的约束力 而这个约束 我们里面就是神造的良心 那良心 我们要问良心的功愿是什么 我们孟子 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家 思想家 道德家 孟子说了四方面 我觉得非常棒 这叫普遍启示 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普遍启示 让他去了解人性的时候 他说良心有这四方面的功能 也是很符合圣经的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说良心有是非之心 所以我们能够辨别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有是非之心 良心会被关照 所以被关照 经过有人提醒 有人劝勉 良心醒悟过来 会被关照 良心就这个的是非之心 帮助我们去监察我们的行为 然后良心也知道 是有审判的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是会有因果报应的 是会有审判的 所以良心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是非之心 良心的第二个功能 就是有修恶之心 我们知道 礼义 廉 廉 有修恶之心 所以这个修恶之心 让我们什么 有被警告 让我们害怕 至少让我们爱面子 不敢这样做 至少我们知道这样做 会修路我们的父母 等等 修恶之心 第三 良心第三个功能 这个是有公敬之心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需要彼此的尊重 就是公敬之心 谢谢今天的翻译 辛苦了 第四 良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测饮之心 对人有怜悯 对人有怜悯 对人有施舍 对人很乐意去帮助人 不求回报 那叫测饮之心 也就是仁义 这是我们中国的思想家孟子所说的良心的功能 非常棒 很符合圣经 那圣经讲到良心的时候 直接讲什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再讲快一点 圣经讲到良心的时候 直接讲到真言书第20章27节 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探照人的丈夫 马太福音6章22节 耶稣继续讲 他也是讲到良心 他说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如果你的眼睛健全 全身就都明亮 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 全身就都黑暗 如果你里面的光就是良心 里面的光变成黑暗 这是多么的黑暗 如果里面的光变成黑暗 这是多么的黑暗 这是圣经讲到良心 所以圣经讲到良心的时候 讲到良心是光 良心是灯 如果一黑暗 我们讲良心麻木了 那就完蛋了 那在提摩太前书 保罗也说圣灵明明的说 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 你发现到 一离弃信仰 信仰才是最重要的 刚才我们说问题出在哪里 整个根本就是信仰的缺失 他说如果人离弃信仰 就会跟从虚幻的邪灵 和鬼魔的教训 就充满着贪心 自私 骄傲 的这一种的想法 他说这样的教训 是出于说谎人的虚为 他们的良心 好像被烧红的铁 烙了一半 死了 良心死了 麻木了 那我们来看 那怎么办呢 良心死了怎么办呢 感谢主 唯有耶稣基督 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生命 希伯来书9章14节 带来这样的一个盼望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他说何况耶稣基督的血呢 他戒绝永远的灵 就是圣灵 把自己无瑕无次地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是更能 竭尽我们的良心 脱离自私的行为 使我们可以 侍奉永活的上帝吗 希伯来书10章2节 继续说 如果敬拜的人一次得到洁净 就被耶稣的宝血得洁 我们一次信主 良心就得到洁净 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 就是不再被罪控告 不再被定罪了 因为得到赦免 提摩太前书1章19节 告诉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还要警醒 因为仇敌不放过 继续地攻击我们 欺骗我们 迷惑我们 所以在这里 保罗劝勉说 我们要常常存着信心 和无愧的良心 他说 有些人 丢弃了良心 就在信仰上 失落了 遇到考验的时候 遇到诱惑的时候 遇到财力的诱惑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够坚持 天国子民 耶稣基督给我们 纯洁的良心 让我们勇敢地来说不 那么灵魂 我们刚刚讲到灵魂的背后 原来灵魂的背后 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灵魂 灵魂接受什么东西的 这个的影响 那么这就是灵界了 那就是灵界了 灵界是直接影响我们的灵魂 灵界是我们看不到的 在灵界里面有光明的 那就是上帝的领域 那么呢 有一个是在光明之下的 就是一个黑暗的领域 那就是魔鬼的这个的领域 那我们来看 所以灵界圣灵会影响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操练跟活出诚信的人 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不是靠自己 那么在灵界里面 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的功用 对我们的灵魂 对我们的思想 对我们的良心做出了什么呢 第一圣灵会关照 会关照我们 所以当我们说错话 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我们会被圣灵关照 我们发现里面有另外一种的声音提醒我们 光照我们 甚至责备我们 第二圣灵的光 会让我们有悟性 就是突然间明白过来 顿悟过来 突然间发现问题在哪里 突然间发现到自己的毛病在哪里 愿意悔改 圣灵会让人有悟性 你发现有些时候 你读了一篇的文章 你读了很多遍 你还是不明白 如果没有圣灵给我们悟性 我们不明白的 一有悟性 立刻就能够掌握其中的核心的思想 第三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应验真理 遵守真理 圣灵带给我们内心里面有警告 甚至有爱的管教 圣灵也能够洁净我们的良心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圣灵来影响 掌管我们的灵人 就是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 有我们的属神的 敬畏神的价值观 影响我们成为诚信的人 我们的说话 就能够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在灵界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邪恶的势例 叫魔鬼 魔鬼就是要眺望人们里面的罪性 魔鬼就是要制造很多的诱惑 迷惑跟假象 要我们掉入这样的一个陷阱 就是人里面的自私 贪心 骄傲 跟最后要让人良心麻木 什么叫良心麻木 举个例子 我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的良心就好比 一个的钢电池在我们里面 你发现到当我们是让圣灵 来充满我们的良心 掌管我们的良心 好像我们这个的电池 就一直跟那个源头圣灵连结在一起 这个电池是可以续冲的电池 rechargeable的电池 我们里面不断的什么 有力量 让我们可以发光 有电池我们就可以发光 我们就不会做错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良心没有跟圣灵 没有跟上帝连结起来 我们就是一颗干的电池 干的电池不能再充电的电池 就在我们里面 那如果我们在里面 我们一直保持那个光 我们的电池就省着不用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里面想要做恶事 想要说谎 想要自私 想要贪心 想要欺骗等等 里面的良心就是光 你这个电池就开始什么 就在供电 让你的良心在发光 发光 所以每一次想要做黑暗的事 里面的良心就发光 照亮你说不要做 不要做 所以起初我们被他一照一亮 哎呀不要了不要做了 但是久了之后 你发现他一直照一直照 我们还是要做坏事 那个光就不断的照 不断的照 但是我还是要去做坏事 慢慢的电池什么 电池用完了 他不亮了 所以他慢慢越来越暗 因为他没力了 电池比较没电了 越来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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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圣经所说的良心麻木了 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到最后电池干了 没电了 所以里面的良心的灯不亮了 这叫良心麻木 所以良心不是立刻就变成麻木 良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变暗的过程 最后麻木 弟兄姐妹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 为什么我们需要跟上帝连结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力量选择 天国君王耶稣要培育我们成为诚信的人 请问我们今天我们是谁的子民 是天国的子民还是魔鬼的子民 我们会用什么来越数我们自己的行为 什么是我们内在的力量 几周前跟大家说 能够使我们天国子民愿意遵守上帝的话 而愿意不犯罪 愿意不犯罪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来看不同的这个的层面 那么从一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就是良心的本能 良心的功用让我们恨恶罪 有仁义之心恨恶罪 而且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对的事 那么比这个的层次更高一点的就是 但是处于对上帝的恐惧 知道有一位上帝 知道有一位上帝 所以害怕上帝的管教 也知道会有邪恶的势力 如果犯罪的是属于魔鬼的 会被他挟制 比这个恐惧还要更高的一层的层次 那就是我们有可爱别人的心 我们想到为别人的益处 我们想到我们要做榜样 我们就不愿意做坏事 也许父母想到给孩子留榜样 就不敢做坏事 所以这也是一个阅述力 但是比这个还要更高一层的 层面的一个的价值观 或者更高层面的一个的阅述力是什么 就是对上帝的敬畏 创世纪39章第9节讲到 月色面对情欲的试探的时候 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我岂能做这样的恶事 来得罪我的上帝呢 所以他立刻逃跑 后来他逃跑他不做 但是却被要犯罪的人老羞成怒 把他陷在监牢里面 敬畏上帝会让我们远离二世 但比这敬畏上帝 还更高层次的一个阅述力 或者是一个价值观 那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爱上帝的心 爱上帝的心 我喜欢先知那单对大卫说的这句话 大卫犯了一乱的罪 犯了杀人的罪的时候 先知那单说了这句话 应做你的罪 以致给机会仇敌 来去泄渡我们神的名 耶稣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爱是最好的动力 爱上帝 让我们选择弃绝罪恶 我讲到最后一个故事就来结束 有一天有一个叫做哈里斯女士 她跟她的朋友 哈里斯女士是美国纽约 一个很高级广告公司的一个高级的主管 她有一天跟她的朋友 就午餐的时候要去到一个餐厅 来吃饭 聊聊天 那么吃到一半的时候 她的朋友 烟瘾来了想要抽烟 哈里斯女士就陪她的朋友 到餐厅外面抽烟 这时候有一个32岁的流浪汉 名叫瓦伦蒂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到那里 对哈里斯女士说 她用很微弱的声音对她说 她说 能够不能够给我一些的现金 让我可以买一些生活的愿品 我失业已经三年了 我失业已经三年了 那么我只想要一些钱买一些的商品 那么这一个的哈里斯女士 看了她之后 就觉得 嗯 好 行 给你一些钱 结果她就去她的这个的口袋里面 去找一些的现金 结果发现到没有 很非常的尴尬 结果只有信愿卡 一张的信愿卡 那么她手上拿着信愿卡 那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给她 结果那个流浪汉就对她说 她说 如果你信任我 你就把你的信愿卡借给我 我只会买生活愿品 然后我就回来把这个卡还给你 那哈里斯女士犹豫了一阵子 看到她 好了 决定 把这个信愿卡借给她 那这个流浪汉拿了信愿卡之后 没有立刻就去买了 她说 我还可以不可以有一个请求 我除了买生活愿品 我可以不可以买 买水 买水喝 这个哈里斯女士说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还有一些必要品你都可以买 好 她就谢谢了 然后她就 她就拿了信愿卡 就走了 出去买东西 然后哈里斯跟她的朋友 就回到餐厅里面 继续来享用午餐 过了一阵子 她开始害怕了 她说我 她说我好像怎么这么轻易 就这样信任别人 把这个卡给她 而且我的信任卡是不用密码的 我的信任卡可以刷用10万 10万美元 里面是可以刷这个10万美元 结果她的朋友说 你看你 你就是这个太天真了 又太善良了 都没有去分辨 被她这么一说 他们就开始担心了 因为过了一阵子 他们发现这个流浪汉没回来 没进来 把卡给她 就非常的担心 结果吃不下了 没胃口吃了 那么她的朋友就帮忙结账 他们两个人就很 哈里斯就很失望的 就走出去餐厅 一走到餐厅的大门 发现了原来 这个瓦伦丁 就一直站在餐厅门口等他们 原来她没有进去找他们 她正在等他们 结果这个哈里斯女士 看到她的时候 非常的惊讶 也很高兴 就一直抓住她的手说 谢谢 谢谢你 这个瓦伦丁就觉得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为什么你一直说 谢谢我呢 然后瓦伦丁就带着打开说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买的东西 这是收据 我一共买了两瓶水 总共是25块美元 这个哈里斯女士说 没关系 谢谢你 然后就很感动 为什么 诚实 应做对方的诚实 然后她就跟她的朋友 就立刻去到美国邮报 这个报章公司 这个事情发生在2010年8月 2010年8月 就去到邮报 纽约邮报 那么就把这样的事情 告诉那边的记者 第二天 报纸就立刻登出来了 怎么样呢 一个流浪汉 一个诚实的人 感动了美国好多的人 就立刻纷纷打电话给报社 电话都报了 说我们愿意帮助这个流浪汉 在美国特萨州 德州 德萨斯州 有一个商人 直接就寄了6000元美元 要来帮助这个瓦伦丁 还有一个更美的是 那个美国这个 Wisconsin的航空公司 打电话跟报社说 我们决定要请他来做我们的空服员 就是空中少爷 做空中少爷 请他赶快来签约 我们要这样诚实的人 结果别人就问他 瓦伦丁你为什么会这么诚实呢 他就说了这段话 瓦伦丁说 从小母亲就教育我 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 即使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也不能够把诚信丢掉 我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 是因为我始终相信 诚实的人终必会有好报 诚实的人终必会有好报 赢得一个人的信任 说话坚持有信任 成为诚信的人 是刻意选择 那不是天生的行为 那是刻意的选择 我们一旦破坏了诚信 就好像名贵的瓷器艺术品 掉在地上碎了 虽然可以修复过来 但是裂痕永远都看得见 要让别人再次恢复 对你的信任跟信任 需要时间 而且不容易恢复像当初那样 求主帮助我们选择 因为爱上帝 因为敬畏我们的上帝 做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说 讲不完怎么办 很快的来就讲 那我们说诚实话 做诚信的人 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 那怎么应用 怎么应用 我很快来说 首先我们对上帝一定要绝对诚实 对上帝要绝对 你不诚实上帝也知道 所以你骗不了他 第二对魔鬼 对邪恶 对坏荡 对歹徒 对强盗 对强盗 对不义的人 我们要辨别 我们要辨别 不是对他诚实 为了救人 可以不愿对恶者诚实 记得 我们不愿对魔鬼诚实 因为他根本就不诚实 所以不要跟魔鬼做交易 你一定上当了 对人 他如果问我们一些的话 如果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可以诚实的来告诉他 对于一些人 你可以不愿说谎 但你可以保留一部分 因为也许那不是他应该知道的 你可以保留 对于一些没有必要的人 你可以沉默 你不要说谎 但是我们可以沉默 不回答 这都是属于诚实的 好 那么对于对人 人跟人之间信守承诺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万一我们太快做决定 我们发现到 我不应该答应你 我不应该答应你 那么错了 让我们就请求宽恕 你知道吗 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说谎说的太习惯了 我们跟别人约好时间 别人打电话 问你说 你在哪里 其实你还在家里 你说我刚刚出门 然后真的刚刚出门的时候 别人打电话 你在哪里 你才刚刚出门 你说我已经在路上了 等到你在路上的时候 别人打电话给你 你在哪里 他说我已经到了 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不但是说谎 其实我们是 不负责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很紧张 在生活里面 我们有些时候 现在可能都是刷卡 像以前包括在这里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受盈员有时候 会多还 多给了 多算错了 多给我们一些钱 当我们算的时候 到底是窃喜 就放在口袋里面 还是我们直接回来 告诉他说 对不起你算多了 我还给你 这就是诚实 诚信的行为 弟兄姐妹 我们守时 也是一个诚实的行为 因为那是不浪费 别人的时间 所以 还有我们对于别人 我们跟人相处 我们不夸大 我们不信口开合 我们不前后不一 我们不推卸责任 我们对于事情 作为一个诚信的人 我们一定要负责任 一定要真实 而且一定要完善 这是对事情 我们不造假 不偷窃 对于法律和它的制度 法律和制度 我们有一个原则 我们要遵守在上有权柄的 我们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 很清楚告诉我们 要遵守国家的法律 但是有一条 比法律更高的就是 如果法律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我们是遵行上帝 不顺服人 我们是顺服上帝 不顺服人 这是第一个的原则 第二个的原则 如果法律跟制度 跟救人的命来相比 救人的命 比法律跟制度更加的重要 因为耶稣说了这个原则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法律和它的制度是来服务人 人不是被法律和制度给压制 或者是挟制 人命比法律跟制度更加的重要 好 我们最后这张核心价值观 我们可以不够聪明 但不能没有诚信 有人以聪明为傲 我们以诚信为荣 小聪明得意意识 诚信者一生富足 诚信是一张最好的名片 也是最亮的品牌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这时刻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天父在天上 他不但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 爱我们 我们的天父也在眷顾我们 带领我们 管教我们 阿爸天父我们 对你的爱 让我们拒绝罪恶 对你的敬畏 让我们选择 对恶事说不 谢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培养成为诚信的人 让我们在言语上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时刻来到 耶稣基督你的 施恩做钱 要来领受这圣仓 亲爱的主耶稣 今天我们需要你的宝血 再次的来洁净我们的良心 洁净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灵魂 主啊 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 重新有正直 诚实 诚信的灵 谢谢你 我奉耶稣基督圣明 主我们要把今天的圣餐的饼 和葡萄汁完全的分别为圣 主你自己来洁净 阿爸天父我要奉耶稣基督圣明 主啊 你的圣灵来使愿这圣仓的饼 跟葡萄汁 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 使基督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 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圣洁 你也是我们的公义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们 奉耶稣基督得圣圣明 祈求感谢的 Amen 谢谢大家